政府工作报告这样谈国防和军队建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过去一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新的一年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扣劳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全面深化练兵备战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加快现代军事物流体系 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 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加强国防科技创新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 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 完成国防动员体制改革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让军政军民团结 坚如磐石 您好朋友 还有您好朋友 您好朋友 您好朋友